往下呢 而且要往下 你来好了 你来把我弄到那样高 如果是这样子 好 我现在要往下 你如果是从手指尖的话 因为你不是从手指尖 你要把后面的人 高起来 你才能往下 不用啊 你手指尖的话 我手指尖在这 你看 我这提一下 我这边提一下就往下了 我这边提一下 就往下了 因为你的关节没有 你的关节不能做出一条线的运动 你这样的话 你的运动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 你的运动 你的手臂运动 还是一个横面的 一个面 所以你要把后面 你以为要把后面 提高我这边 才能够做出一个往下的弧 不是的 任何一个关节都可以 我只要我的关节 你看 我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力出来了 我这边就有一个串 连接的力出 我手手再一提 尖再一提 我就下来了 这样没懂 对 所以你 我这个手 我在这个地方 我常讲 我刚才跟你们讲 这是手指的死角 先不要用 用它 但是当我要用它的时候 你看 我在这边我动 我不是这样动的 我的手指 我的手指不是这样动的 这样动它没有圆 它没有弧 它没有办法带出后面的线来 我动是什么动 我动是这样动 有没有 我是这样动 当我的手指能够这样动的时候 我的线就出来了 问题就是说 你的手指能不能做出这么小的圈 这么小的弧 你不行 你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弧 你就带不出后面的线了 这样不懂 所以我的手指 我跟你们讲 你再练这个 再要弯曲的时候 你是手指尖往前 后面的关节被拉出来 产生的一个曲折 你要有这个能力 而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你用这个来做出这个曲折的时候 你就形成不出那个线 你没有线 你带不出后面的线 这样不懂 所以你的关节能够带出那个线 我不管那个关节是多小 不管关节是多小 我都能够延伸 你看 我延伸是不是就有 延伸是不是就有 当我一做延伸 我的指尖一做延伸的时候 后面就串上来了 我就可以做了 我如果没有 我是做这个样子 就没有了 我做这样子 后面是不是就没有了 跟我做这样子 是不是有差别 当我做这样的时候 我的线就出来了 我就可以走了 不是换线 是引导线 手指尖啊 不是 一开始练掉每一根手指 不要让五根手指走五个方向 那就乱掉了 所以一开始练的掌 一定是这样的掌 你看这样的掌 每一根手指头都是同一个方向 对啊 可是你的线的方向是一样的 这样不懂 你的方向是一样的 可以以终止当作这一线 我不管 你哪一根手指头都可以 你从哪一根 你最熟悉的手指头 先开始 都可以 但是它的方向 必须是一样 你不能说 它抓到我要走了 我的手变成这样子 我的手这样子 那请问你要走这边 还是要走这边 还是要走这 还是要走这 是不是这样子 我可以五个 我先捏 我先捏起来 先捏起来 先合成一个点 然后在这个点上面 五个一起走 你看 当然以这四个为主 它比较长 长嘛 以这个为主 四个都走同一个方向 是不是 四个都走同一个方向 这可以啊 那我不要呢 我这个不要 我只要这个 行吗 可以啊 因为我的引导力在它 这边统统没有 懂得吗 引导力 其他的四根手指都没有 我的引导力 引导力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 有没有 我引导力就在这里 所以我这个可以这样走 我这个可以这样 我这个这样 这样走 我这个这样 这样 这样走 这样 所以八卦 从这个开始 每根手指头 都要有能够 都要有它自己的 引导力 所以到后来 我说当手一搭的时候 我的手是这样子的时候 当我的手是这样子的时候 表示什么 表示我每根手指头 都要做不一样的事情 当我的手变成 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的每根手指头 都要做不一样的事情 我的小指做这个 我的小指可以做这个 我的无名指做这个 我的这个指头做点 这个做这个 这个做这个 你要可以这样子 所以你说八卦的手 到底是这个样子 还是这样子 是他们在针 龙行爪 还是什么牛舌掌 还是这个掌 是这样子捏 还是这样捏 还是怎么捏 你怎么捏都可以 你的方向要知道 你的方向要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不是 很多手指头放在这边 是说你大拇指 撑出来会容易受伤 那当然你的长出来 你的大拇指方向 是这个样子 当然会受伤 因为它的方向错了 方向是往这边去了 所以你的大拇指要撑出来 它的方向不在这边 它的方向在这边 跟这个是一样的 跟这四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要撑 这边要撑 撑出来 这个筋要撑出来 所以你的方向要这个样子 这样子 八卦的掌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我说张子怡什么 他练的那个掌出来 变成这个样子 那怎么可以这样 这样子 是不是 练拳三天的都知道 你的掌这样放 我打你这个手指头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不是的 它撑出来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所以大拇指有大拇指的功能 每一根指头有它的功能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那样做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可以啊 你只要知道你每一根手指头要干什么 你就可以那样摆 啊 懂得吗 所以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合 每一根手指头的方向要合一 这样子出去 每一根手指头都是同样一个方向嘛 所以你这个掌出去的时候 你这个掌出去的时候 它才是一个方向嘛 你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方向是往这边啊 这个往这边啊 是不是 那你手上的力量就分散了 我如果大拇指要这样用 我大拇指如果要这样用 跟你们刚才那个一样 我这样用 其他的也上来嘛 这样不懂 所以你们的关节 为什么练八卦那些关节都要练这些功 要把它练得很活 当前面怎么走的时候 我后面都可以跟 我后面都可以跟 就是这样子 你如果这个不会转 跟你们刚才练的 你肩不会转 你的手要这样子走 你的手要这样走 它死的 它不会动 它不会转 它不会转方向 它的活动度没出来 你那个动作就出不来 好 好 有问题吗 这个 我们练的时候 发现 我动的时候 这边的筋出来 它很好 感觉到 我有动作 那我摸你的手没有 后来发现 当你只有一只手指 我就有感觉到 因为我在 我这个合起来 就在用力 当我这样就没有 是吧 对 就五指一启动 对 我没有感觉到差别 对 这个没有封起来 对 你就不知道有封 对 所以你是手指的动作的时候 就不能让对方有感知 知道吗 所以我说八卦拳是很 在应用的时候 八卦拳是很 怎么讲 是很 很什么 很奸诈的 很雕砖 很奸诈 很 很阴险的 但是武术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武术就讲 拳打 不知 就是拳打 不知 孙子兵法一篇 都是在讲 阴险 强而 视之弱 弱啊 能而视之 不能 是不是 都是要在别人 不知道的时候 你要到一个 别人不知道的 那个位置 角度 情况 你才能打 是不是 你堂堂正正的 堂堂正正之事 有什么好打的 就是你死 你死一万 我死八千 这样子有什么 好打的 所以武术就是这样子 武术就是险 就是围 武就是围 凶 凶险 凶险的事 听不懂 所以你的动作 你所有的动作 我讲 我们的武术 是以弱敌强的 先天条件 我们是弱的 所以才要用 这些的方式 好 对 你用手 你用手指动 我跟你们讲 强打弱 也是一样 强打弱 当初美国在打 在打伊拉克的时候 不是他一夜之间 把伊拉克的整个 坦克 他当然进去的时候 防空 他先把你的雷达 全部罩住 你看不到他进去 他有一次 坦克大战 一夜之间 把伊拉克 所有的坦克车 全部摧毁 他一个都没伤 什么原因 因为他那时候 发展出来 夜市境 第一代 人家没有 所以他就 晚上去打 他看得到别人 别人看不到他 是吧 打比他弱的 他一样是用这样子 而不是说 来我们来一个坦克 大会战 大白天 平原 来一个坦克 大会战 他神经病 是这样子 连强打弱 都是 都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所以要知道 武术是险 是阴 阴险的 所以古人讲 拳打不支 古人讲 打架 出手 先遮掩 所以人家说 不能打眼睛 不能打喉咙 不对 以前教的 以前教的不是这样 你要就不要打 要打就是你面临到 你必须要打的时候了 必须要打的时候 一上手 先遮眼睛 先打眼嘛 就跟现在打仗一样 先打雷打 先打雷打一样的嘛 要不懂 所以打就是打 没有什么武德什么的 没有的 没有的 打就是要赢 要不懂 我们不是运动 运动讲 保护选手 保护选手 运动精神 打斗没有这个 战争没有这个 知道吗 所以战争里面 讲人道什么 你看打 那个 谁不是讲吗 打仗哪有 打仗哪有 不伤平民的 是不是 所以要认清楚武是什么 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的挑衅别人 随随便便的跟别人打了 友谊都不行 除非是你很熟的人 知道对方已经放弃掉了什么 这些东西 而是纯粹对武道的追求 不在乎失败 学习的 除非有这样子的朋友 对手 才可以 才可以相互之间对手 否则 否则不行 事先讲两个点到为止 真打 真打起来 那个火一上来 自尊心一上来 面子问题一上来 就乱掉 要不懂 所以武的东西 不要轻易地做 你说我不练习 我怎么知道 你一辈子都不知道最好 懂得吗 你真的要打了 就是下决心要打了 下决心要打的时候 强弱已经不是重点了 要不懂 你真的要打的时候 强弱 强弱不是重点的 就是看谁比较勇 谁比较勇 所以对武的打斗的观念 不要停留在比赛的观念 我记得看哪一个什么 有一个意大利的 他常常在酒吧里面跟别人打架 他瘦瘦的个又小 可是他几乎都打赢 人家就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能打 你学什么 他说没有 他说我爸爸跟我讲 他爸爸也常在酒吧里打架 我爸爸跟我讲 你要打了 就是勇猛向前 其他都不管 就不为死 就没有牵挂 这种人谁都怕 谁都怕 要不懂 所以打架 中国我武术也讲 什么一勇二利 三才是技巧 三功夫 一勇二利 没有勇就不要打 那么懂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不要打 因为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不让你勇 知道吗 这个社会没有我们勇的条件 没有那个条件 所以尽量不要打 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目前教学 研究的东西 教你们的东西 都往一个方向什么 其实跟和气道 和气道当初的报复 跟现在的那个system 这种的发展 是适合现在社会的 就他们的所有的技巧 所有的训练 是要达到一个和平 而不是把对方伤害 不是去伤害对方 是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下 让对方不能伤害我 这也是我们中国武术 到后来太极拳 八卦 这些所谓的内加拳的东西 它要往一个不伤害人的 而能够制服人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才能够发展这些东西 你要有这种身法步法 你要去画 你要去练柔 你要去什么 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 就是让冲突变成和平 这是武术 这几个武术到后来发展的方向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我们练武术要走的一个路 而不是一拳能够打多少棒 能够把别人骨头打断什么 不是 不是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这么懂 所以我教你们的这些东西 带你们练的这些东西 都是往那个方向走 但是在这个里面 如果有一天 有一天 时代到了一个 你必须要战乱 像现在很多战乱 你要保护自己的时候 这些东西 你心念一转 它就变化 可以杀人的 要看你的心念 看你的心 心念 好 这个是 这个 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有兴趣 慢慢去体会 慢慢体会 慢慢去练的 所以柔比刚难 柔比刚难 好 还有问题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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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